音樂 嗨 各位早 我們現在呢 人在新系的新京站 你們看到我身後這一台 蒸汽列車 SL號 我們今天就是要搭這一台 蒸汽列車 然後到 就是 就是觀光鐵道啦 到惠晶洛松去 然後這個SL 綁了一隻五五號啊 它是算是 只有在 4月到12月的時候會行駛 那現在已經是12月2號了 然後明天是12月3號 它是最後 今年的最後一班車 那我們今天呢 就要從這邊啊 從新京 拉到那個惠晶洛松去 大概全長是三個半小時的時間 然後在這個 大正風格的蒸汽火車上面呢 體驗一下 日本鐵道之旅的一個 序位的地方啦 因為這台車算是 大家如果有看鬼滅之刃的話 會知道 大正時代 名字後期 他們做的那個列車 無線列車呢 就是這種風格的 所以可以體驗一下 就是大正時代風格的列車啦 我們車子呢 進站了 進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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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退進站喔 我們等一下會往那邊出發 酷酷酷酷酷 還有瞭望台喔 哇 好有味道喔 大哥要上車了 好棒好棒 森林與水的浪漫之旅啊 好 上車 二車 我們位置有一點錯開 所以 可是應該是左右而已 我是十六啊 十六 很棒喔 就是那個啊 鬼滅之刃的無線列車 是十四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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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我們現在上車啦 那現在呢 就是在等車開 那其實它的位置 每一格沒有很大 而且也是宅宅的 因為畢竟它是那種 傳統的在來線鐵路 那車廂基本上呢 也沒有很大 那而且我們是因為 我們買票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畫位真的是畫得 非常非常的 就是猛烈啊 嗯 所以我們基本上都是畫在 靠走道的位置 然後靠窗的位置呢 基本上等一下 其實會有人坐這樣子 那我們接下來呢 還可以去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車上的 其他一些地方啊 因為它不只有 座位的位置 那它前面還有一些什麼 觀景區啊 然後小孩遊戲區啊 這個SL號啊 就是物語號啊 其實滿 就是它真的是 純粹的觀光列車 然後從新京開到 慧京洛松 然後全長大概三個半小時的時間 這樣子 然後我也建議 你可以在上車之前呢 買一些便當 上車體驗 鐵路便當啊 畢竟 坐鐵路就是要吃便當嘛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人在2號車廂 好往前看一下 1號車廂的部分啊 然後1號車廂呢 主要就是 小孩子遊戲區 可以看一下 哇 好可愛喔 有那個 就是在火車上 竟然可以 體驗溜滑梯 然後像他們的那個 吉祥路啊 像是一隻小老鼠 這個好想帶兒子來喔 哇 前面 哇 這個玻璃的觀景台耶 這個也很棒 因為在前面就是車頭了 然後這邊呢 全部 就是有落地的玻璃喔 可以看 然後今天的日期 給大家看一下 2月2號 然後明天3號 然後今年的霧雨後呢 就已經停時了 這樣子 那稍微看一下 就是車廂內部啦 那我們剛剛在的地方呢 是1號車 就是 瞭望市 那2號車 3號車 基本上是車廂 那4號車呢 它有一個瞭望市 然後 5號車有一個賣店 然後6號車是普通車 然後7號車呢 就是它的商務車廂 最後呢 它有一個透明的瞭望市 也是可以過去看一下的 那我們去 4號車再看一下 哇 然後這個就是 4號車的瞭望台啊 瞭望台這邊 玻璃很大耶 嗯 就是可以在這邊 體驗 哇 好寬敞 好寬敞喔 然後這邊是讓你就是可以坐下來 有沒有 像我這樣 好 坐在這邊 然後看一下外面啊 就是炒個外面這樣 然後這邊有明信片箱 應該是可以投的吧 對啦 在日本都是這樣子 想要寫信回去給自己 就在這邊投名片 然後這邊有蓋紀念章的地方 好然後前面呢 還有一間賣店 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賣店啊 哇 這便當也可以在這邊買 然後一些紀念品啊 這些啊 這便當不錯 有其他顏色的雪人 然後零食之類的 然後可以買啤酒 嗯 星系限定 好吃吃咩 好便宜喔 300塊日幣 那吃不夠了 可以來這邊再繼續 嗯 好那這一次我們從新京站出發 沿著盤越西線行駛 大概三個半小時 最後會到達惠金洛頌站 那中途啊 我們還遇到一個是武全市的市長 他專程上車啊 陪我們搭乘一小段啊 就是為了推廣 他們的一個地方觀光 這我覺得這種機會還蠻難得的啦 而且下車之後啊 還站在旁邊啊 就是歡送我們 一直跟我們揮手 我覺得這種機會啊 真的是很難得 而且這邊呢 日本人呢 也非常非常的熱情 沿路我也看到很多人 在對著我們列車上面招手 其實我們不認識 我們還是可以感受到啊 那個歡迎我們來觀光 的一個溫暖的一個環境啊 我們來吃我們的雪人便當 好可愛喔 而且他上面的那個臉是可以 就是可以換的 他眉毛啊鼻子可以動 現在給他用一個生氣的臉 哇筷子在裡面 我們現在在金川這個地方齁 哇 很溫暖的地方下 然後可以看一下就是 這邊會稍微停留15分鐘啊 就是讓乘客下來 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氣 然後體驗一下 鄉下森林的那個分多金 這是我們要的列車 大家跑去車頭那邊看耶 這邊叫做金川 大概開了一個多小時的路了吧 那大概還有三分之二的路程 然後前面在幹嘛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前面在挖煤喔 看一下看一下 這邊在挖煤炭 哇 燈氣火車啊 像這樣冒煙冒煙 酷喔 好 然後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邊 喔 賣一些當地的 喔名產 這跟我們剛剛出發的時候 地方的那個便當就不一樣了 有沒有 嗯 一樣啊 是那種落便當啊 然後甜點啊 嗯 這邊也是一個什麼 阿赫丁觀光協會 對齁 還在新系的阿赫丁 然後他們就會來這邊賣便當 嗯 看一下 喔 這邊有 後車室 喔 哇 暖爐 嗯 假裝取暖 結果 裡面沒有火 呵呵呵 就懂了 這裡面蠻可愛的 對啊 嗯 而且這條線上啊 對齁 對齁 這種小老鼠 可愛的小老鼠 嗯 在招待我們 嗯 嗯 可以嗎 嗯 哇 好黑啊 難怪它一個禮拜只能開兩趟 不然會不會被居民罵 啊 我要講一下啊 之前台鐵在台灣開這個也被罵啊 就被居民罵啊 OK 我們現在到達的是山都站齁 已經過了兩個多小時了 最後一小時的車程 就要到終點站了 這邊天氣稍微好一點 而且大家看外面現在地上是有雪的 而且我現在稍微有一點點在飄雪 因為現在空氣算是蠻乾的 嗯 還好不是下雨 然後就是再下來休息一下啊 哇 真的是雪國 有沒有 地上 好啦 最後我們來分享一下 就是搭乘這個SLO 殘月物語號 的一個心得 好 跟大家分享啦 那其實主要是就是因為 這一次有機會來的準座提到視頻嘛 所以我就把這條線安排在 這次的旅途當中 好 那要怎麼選擇這條線呢 主要就是因為 日本的蒸汽列車真的是越來越少了啦 還有主要是因為 我有查到就是這條路線是 算是 它是開通從4月到12月 那這一次也是最後一半 所以要體驗的話呢 也只能趁現在啦 不然就要等到明年才能再來 那如果大家有想來體驗一下呢 其實日本還是有很多 SLO列車啦 當然不是只有JR 就是東北這邊有列車而已 那其他地方還是有 所以 你們可以去找找看有其他地方的列車 那我今天就是 剛好是搭成這一班 那基本上 如果你要買這一班的車票的話呢 我會建議你 它雖然有一部分是跟 東日本東北帕是重疊的 可是呢 為了確保你好買票好訂票 而且全程都有位置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是單程 就是直接買它的票 買它的車票會比較好 那它的車票其實就是只要乘車的線路路段 然後跟指定席的價格而已 那價格沒有很貴啦 給大家看一下 像它指定席這樣子 三個半小時的指定席才840塊 然後全部路線的價格才1980 加起來不到3000日幣 可以享受這個煤炭列車 我是覺得算是蠻超值的 因為它比起其他的觀光列車來講 它的價格是相對便宜的 而且可以體驗到的東西呢 其實也蠻多的 而且沿路的風景啊 就是從新京一路開往福島 那中間會經過山的部分啊 就是有一些森林 然後可以看一些河川啊 這部分的體驗呢 我個人是覺得相當相當的特別 那你路上就是看外面的景 然後享受一下那個大自然 所帶來的氛圍啊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推薦的 還有我們沿路 基本上會經過一些站啊 那其實他們對於日本 我覺得他們對於觀光的推廣 是真的是不潛於力的 那就是每個地方 甚至我們剛剛還有看到有 某個地方小市政的市長 親自上車陪我們搭一小段 然後舉辦那個抽籤的活動 那我來拿到一個手提袋 也是一個蠻特別的體驗啊 就會感覺到他們對於觀光這一塊 真是非常非常很努力的在推廣啊 再介紹啊 我覺得這部分 跟我們台灣的比起來啊 真的是 我真的覺得有一點點落差 因為我甚至覺得 就是台灣在推廣觀光的部分 真的是不夠用力啊 而且再加上啊 台灣旅遊的 平日沒有很多 大部分呢都是集中在假日或是連假 然後造成呢 譬如說我們假日的時候啊 那個房價就是忽然之間就這樣飆高 原本可能一晚一兩千塊的放假 他就在假日或連假的時候 連續給他漲十倍 我就這樣子對於觀光來說啦 台灣的觀光來說啦 真的是 我只能說是殺雞取亂吧 跟路上的人揮手 對 我是覺得以台灣的觀光來說 對於我們台灣的消費者 真的是殺雞取亂啊 就是他只想要當下獲利 可是他卻沒有想到說 這樣對台灣的觀光來講 是相當相當大的一個傷害 像我對於這次來日本體驗這個鐵道之旅 尤其是這個觀光列車的路段 他們是每個地方都很積極的在推廣這個觀光 像我們有些站啊 他一停下來 他可能會放我們下去 那下去的時候呢 其實就會跟你介紹說 這個點 可能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那你願不願意下來再走一走啊 或是讓你認識一下這個地方啊 就是介紹一下他們的一些名產啊 或是名勝啊之類的啊 所以我就覺得 日本這一塊即使是鄉下 也做得很好 他們的市長也很願意 就是花時間來上車 然後跟大家推廣這個觀光的活動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棒 那就是今天這個行程跟大家分享啦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建議來日本的時候可以安排 可以體驗一下啦 不過如果你是從東京降落 你可能就是要先特地到新系 或是新京那邊住一晚 然後隔天 然後一大早 然後就搭這班車子 這樣子過來 好啦 那我們之後呢 還是會有其他鐵道之旅啊 鐵道的路線啊 會跟大家分享 看我們去哪裡玩啊 那再跟大家介紹吧 那記得幫我們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跟開啟小鈴鐺 幫助我們鼓勵我們製作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一次日本旅遊見啦 掰掰 出送 rings 好嗎 有趣呢 這邊的影片